主料,红薯,2代50克,主料,桃汁,糯米粉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红薯洗净,上锅蒸20分钟,蒸好的红薯取出烧量凉后,用勺子,压成泥,加入糯米粉,用手搓成小圆球,蒸桃子出来的桃汁,或是现炸的桃子汁,锅内留8成热,使下地瓜丸炸成金黄色, 出国装盘,上面倒入桃汁即可,烹饭技巧,我用的是蒸桃子出来的汁液,也可以用现炸的桃子汁,或是倒入自己喜欢的各种水果汁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